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63.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什麽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 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64.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65.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66.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 心来面对这一切 要明天哪 五字 66条经典禅语 辖课文章1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2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3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4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5点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着痛苦 也不是永恒 6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7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8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9点 你失魔时候放下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10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11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12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13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14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15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 却要签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16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翻咬他一口吗 17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18点 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 与委屈 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19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什麽要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什麽要充满着烦恼呢 20点 20点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21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22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23点 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24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25点 情直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直 你才能得到自在 26点 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27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28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29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 30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31点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